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老人家 或是有需要的人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 在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大头症的人 尤其非常专业 在医学领域里面 赚钱对我来说 可有可恶 尤其在我们这个年纪 但是当时因为这产品非常好进来 那也是有另外一个非分之想 就是想来学习什么叫做电子商务 那没有想到 在这短短的四年里面 因为借着学习 借着这么好的产品 借着公司的制度 借着这个系统的学习 那么带着团队一起走出来 现在有一个不平缓的成绩 那么常常很多人会问我 在做到钻石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在结诗做到钻石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一点都没有不一样 只是自己更兴奋 因为有更多同样的伙伴 一起在这边学习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商机呢 这是我要的一个电子商务的网络的平台 加上它有全球的一个走向 它跟过去传统事业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多不懂的人马上会问一句话 这是直销吗 这不是的 我不卖产品的 我是只是分享的动作 我不用开店 我自己可以做老板 我也不用雇人 但是我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伙伴 我的时间非常的自由 那么呢 怎么样在结诗能够创造我们自己的成功呢 我们来学习这一个 当然就像我刚刚说过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系统 这个系统就能够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 让我们走出结诗的一个成功的人生 那什么是系统呢 常常很多人问 什么到底是系统 系统就是 各位恭喜你 你现在在听这个视频 你已经参与系统里面了 这是系统之一 这个系统里面你马上可以有很多的讯息 你会学习到不同老师给你不同的知识 就是我们不同四年来 我们很多人在这里面的一个经验 那么现在的工具呢 是非常的不得了 一个smartphone 一个iPhone 各位 你就可以做起全球的电子商务 这些都是你在系统里面慢慢的学习 你就知道用什么样最好的方式 能够帮你达到做老板的一个走向 那么在这里面的学习 因为有一群 你同时很多很多的公众伙伴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有同样的理想 同样的看见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正面能量 刚刚呢我有看到一个朋友 问了一个问题 怎么样让结识的伙伴 能够持续性的在结识里面不离开呢 就是要靠着系统 当你越参与系统的时候 你愿意不想离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 你在这边你会吸取你人生所需要所有的正面能量 你会学习到很多很多的知识 你也学习到如何运用现在最新的工具 Smartphone 电脑 iPad 所有的东西里面 WeChat Whatsapp Nine 你可以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来帮助你在结识的一个成功 因为这里面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讯息 所以怎么样在结识里面能够持续性的走下去 就是一群同样理想的 同样有看见的朋友 一起学习 一起在完善的系统里面来学习 这个就是要做系统 也就是帮助你成功 帮助我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工具 那么借着这个全球的创付系统呢 它会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复制成功 这是一个带给我们持续性收入的一个平台 那么怎么样持续性的收入平台呢 它必须靠着系统来达到一个目的 然后借着这个全球的 这个全球性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呢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来成就我们的事业 然后在这么样的正面环境里面呢 来让我们自我成长 我们家我有一个小孩子是从哈佛大学出来的 去哈佛大学可能要用一二十万的学费 可是呢我一直现在鼓励我的团队 我说如果你在系统里面 好好的学习 也是两年的时间 如果去哈佛念一个这个气管系的话 是要两年 那么如果在杰师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运用系统带给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工具跟知识的话 你就是从杰师的一个哈佛大学 能够学到所有的一个充斥的能量出来 这是一个不平反的 而且你不用花二十万 我祝福你可能你已经又赚到另外的二十万 这是一个不平反的一个成长的地方 那么像这样前所未有的一个完美组合呢 当然最重要它有一个划时代的生物科技 那么呢加上它革命性的商业趋势 同时我们一定要运用这个完善的创作系统 我们最近呢 刚刚这两天呢 所有的就是我们的领导 我们系统的创办人 就是Kim Huy 他正好带了很多很多的双钻钻石 到这个亚洲 做了一个十天的一个考察跟一个巡回 那么他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那么一个完善的创作系统呢 真的就是会有这么好的领导 慢慢的也会有更多更多的领导 更多更多的钻石出来 那把这么好的创作系统呢 就这样的一个接一个的严惩下去 让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创作系统里面 借着这个革命性的一个趋势 那么把这个划时代的生物科技呢 能够分享给全世界所需要的朋友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分享跟帮助人的同时呢 我们也给自己带来一个不平反的人生 这个就是钻石人生 OK 这个在杰石里面 真的是一个已经许许多多人的人 在这个五年里面呢 已经都达到了这一块 做到了钻石 他们真的是改变了他们很多很多人 那么怎么样启动这个全球财务的成功钥匙呢 非常简单 其实杰石也是要求 邀请你 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网店 那么当时呢 我也很兴奋 我觉得说 一参加公司 那我马上就是 就是可以开一个网店 我记得呢 大概在这个七八年前 那我的女儿都是在美国生的 他们在这边长大的小孩 那他们对这种 internet business 就是网路的生意是非常熟悉的 他们也想趁着这个暑假的时候呢 也自己创业 那个时候呢 很简单 他要我帮他找人来设计这个网页 非常简单的网页 什么都没有 就要三千块美金起跳 那么我们公司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在美国49块9毛5 在国外只要29块9毛5 就可以加盟网店 那么这个网店里面 会给我们很多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平台 跟这个设计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分享 那么当然呢 我们加盟网店之后呢 我们要跟公司说 我是很有诚意的 我要来开网店 所以公司说 好那么你第二步呢 你就必须选择一个最佳的套装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 那么呢 当我们加盟网店的时候呢 非常好 这个网店不得了 既然要走全球的一个电子商务的平台 当然他就有多种语言的个人网页 比如他有日文的 西班牙文的 还有中文的 那因为我们在美国习惯看英文 那么所以他就会有多种语言的个人网页 这是不平凡的一个一块 那么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独立的网路办公室 各位想想 我们如果自己要做老板 我们自己要开公司 我们必须请律师 会计师 客服中心 我们要请员工 这些公司全部帮我们做好了 我们会有一个独立的网路办公室 那么第三个非常非常不得了 这个就是美国的独立资金账户 我们在美国跟加拿大是中心 我们就是每个礼拜 我们会领到一张支票 跟公司一起努力 那么公司很准时的 在一个时间里面 就把我们该领取的奖金 就送到我们家来 那么在国外的朋友 这个福音又更大了 各位想想看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三四十年前 其实那时候我们到美国来的时候 能够赚美金 很多很多我的同学 都非常羡慕我 可是我在想 今天过了三四十年之后 如果在国外 不是美国地方的人 能够赚美金 其实也是一个福音 是不是 那么我希望 记得这一块的走向 各位可以好好的看到 同样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在中国大陆 同样也是赚美金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那么有一个美国的独立资金账户 可以把你所赚取的奖金 放到你的电子钱包 那么放到电子钱包 将来你出国的时候 你到美国来 你可以拿美金 到日本可以拿日币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资金账户 那么加上一个全球的网络购物车 比如说今天你这个网络是 你是在中国大陆 那么你在澳大利亚的朋友想买 从你的网站里面 他可以订货 公司会帮你把这个货送到澳大利亚去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全球在物流经流方面的一个流通 是一个非常非常迅速的一个平台 这已经是我在想当时我是产品进来的 当然我是喜欢电子商务 可是我不晓得它有这么大 那没有想到短短的在这个四年多 我的网络已经开到四十个国家 现在有四万五千个网店 在我都想象不到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 各位不要再忽略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非常努力过我们的一生 可是选择常常是比努力还重要的 希望今天这样的看见 能够带给你下半辈子 另外一个你的人生的第二春 真的是祝福你们 那么第二步 当然我们既然进来的 我们当然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来经营这一块事业 那么现在因为公司经过五年 公司非常非常的神速的 在全球的这个 Direct Selling 这个电子商务的一个市场 公司已经进步到第七名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很多 一个公司的一个神速进步的一个走向里面 非常非常多的经营者参加了 那么经营者当然你就是选择一个商务套装 这个商务套装能够让你在这个经营网店里面 你才有足够的东西可以跟你跟别人分享 那么我是比较多消费者的这个体验套装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诊所里面 那么病人如果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是我的客人我通常会让他们先体验一下 我知道他们比较不会做病人通常他们有时候年纪也大了 所以这一方面当然我们就是自己要调整 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套装 那么像这样子的跟公司一起努力 学习分享在系统里面学习 这么好的产品分享 借着这个全球的平台 那么公司会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收入呢 我们来谈谈这一块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不懂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商机 那么那时候我看到这么多的收入我也不懂 我其实最喜欢的是第一个消费收入 那是什么 就是我买低卖高 我当时以为我跟这个公司 签了一个契约 我跟公司进了一个 这个wholesale 就是它的原价 那我可以卖高一点给我的客人 我以为我可以做这一块 但是没有想到 因为它东西很好 那么刚开始进来的我的病人 都是我一些好朋友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跟我买 你们自己参加会员好了 你们拿会员价 那么他们也很高兴 可以拿会员价 拿比较便宜的价钱 那么拿会员价的时候呢 公司忽然给我很多的推广收入 我才发觉 原来推广收入是比消费收入还好 所以从那一刻起 我从不做消费收入了 我不再买低卖高 我就邀请朋友来做会员 他们可以拿到会员价 那么公司给我的推广收入 也是非常的可观 那么就这样接着分享 那么很多的朋友 有的人非常有事业的眼光 他们发觉这个平台太大了 这个产品非常的好 他们开始去大量的推广 我开始有了市场收入 那么市场收入之后呢 我发觉我在我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如果学习的我觉得我比我的朋友还懂的时候 我帮他们在管理上我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也成长 这个时候我又有管理收入了 比如说各位在线上的朋友 你们介绍我 你们介绍我 那么我是你的第一代 那么我很认真 或许你还在忙你自己的事业 可是公司因为感谢你介绍我 那么我自己很认真在这一块学习 所以成绩还不错 一年后呢 如果我每个月有一万块的时候 公司会送给你20% 就是2000块 虽然你还在忙你的事业 可是公司因为感谢你介绍给我 那么我介绍的人是你的第二代 公司也会给你15% 那么第二代介绍的人是你的第三代 公司也会给你10% 就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收入 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收入 所以公司真正给我们 其实是多方面的收入 看你自己的需要 看你自己的喜欢 只要你努力在公司所需要的一个走向 你都在这里面一起的努力 一起的学习 坚持的下去 公司是非常非常大方 也非常公平的 那么下面另外一个收入叫做全球分红 这个就是现在所有的伙伴们最想要的一块 通常我们跟一个大公司做这个努力一起打拼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要退休了 那我们不管我们做得多好 我们永远都是员工 那么在这一块全球分红 我们可以跟公司一起来分红 公司会把每年拿3%的营业额不是营利 是营业额跟全球的钻石来分红 这是大家所最喜欢的一块 所以今天公司经过5年 再短短的5年也创造了50多个钻石 说不定现在更多了 那么在五六十个钻石里面都能分这一个 我希望你们就是下一位 希望下一个就是你们 看着这样子的一个走向一个商机 我们只要一起努力一起在系统里面学习的话 像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真的是我们不能再错过了 过去三四十年在美国我们非常辛苦 我们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专业人士 那么就每一年存一点准备退休的时候 我们可以好好的过我们退休的日子 但是进入结识之后 我可以跟各位说 在这短短的四年里面 我所得到的真的是比我过去四十年 真的是还多 那时间上又非常的自由 当时我是想说我要退休了 我来准备一个退休的计划 来帮助我退休的时候可以过好一点 没有想到因为我自己 有一个非常open的mind 有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看见 能够接受一个新的东西 一个新的趋势 一个新的平台 然后好好在里面学习 那没想到他结识送给我一个非常不平凡的退休的一个账户 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东西 那么今天妹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我希望各位好好的看见 这是趋势 这是不容我们负劣的 那么一个小小的投资可以让我们从消费商变经营商 这是一个很难看得见的 有时候不懂的人就是把他带到另外一个角度去 各位想想看 来学习这个商店 来学习这个商机 你不用开店 但是同样做老板 不用雇人 但是却有许许多的空作伙伴 时间非常的自由 但是在这个时间自由里面的付出学习 我们必须自己有一个自律性 有一个自治性 就是怎么样来给自己一个self management 告诉自己要怎么样来经营这一块 然后同时与公司这个制度系统并肩作战 与公司的老板同样的有远见 与系统的领导人同样的一起努力 把这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这么好的学习的机会 继续的严惩下去 然后就可以达到我们一个自己 非常不平缓的一个钻石的人生 好很高兴今天由妹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那么每一个礼拜五 我们都有不同的老师在这边 有不同的看见 不同的经验 希望每一个人在明年的今天 都是另一颗闪亮的钻石 妹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也借着这样的学习 我们很快的可以在空中继续相见 好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